第七題 下流合者適合用排水法來測量體積 上課的說過 能夠用排水法測量體積的 必須是不容易水且不焊水作用的 所以可以看到 選項壁的冰糖是不行的 選項豬的方糖也是不行的 因為它們都會容易水 另外一個我們並沒有明白說出來 但是我們可以了解就是 這個丟下去之後 它必須要沉在水裡面 因為它如果浮起來的話 它就沒有完全排開水 這時候排開水的體積就不是物體的體積 所以我們看到選項C也是不對的 因為冰塊的密度比水小 它會浮在水上面 所以也不行 所以答案只有A回文針是可以的 所以第七題問我們說 下流合者適合用排水法來測量體積 我們答案選的是A回文針